我们到高雄田辽来看看 在这里有一间石头庙 在园区里面更有一座普陀山 它这座山是用成千上万的石头跟贝壳 粘贴堆砌而成的 说到了这一座普陀山 它很特别 它是由五百多位的太极移工 它们联手打造而成的 但你肯定很好奇 看到这个地方 这些太极移工为什么在这边盖一座庙呢 原来跟里面供奉的菩萨还在管 一场惊心动魄的车祸 并是捡回来了 但是却改变了这位比丘尼释天化的医生 到底发生什么事 每天就打扮 想好像好 好像不好 好像好 好像不好 这样就点点得得 然后从那次中的大病 然后打温成得 容易每天都在床上就起不来 车祸惊魂后一病不起 放遍名义也束手无策 他只好去庙里收巾 却从姬同口中听到意外的答案 这个季公叔父啊 他就跟我说我有发言 我说没有 我没有发言 他说有啦 我跟你说什么 你如果想着就去找我 季同暗示他 对神明失信才会惹祸上身 社天化想了好几天才想到 几年前丈夫身重病 她到鞋定的益清店 寻求五天皇的帮忙 丈夫才重拾健康 还愿时曾说了这段话 没有中间起一个动念就说 如果我有贪心 我很想要买一个山坡地 让我们母天皇发肥这样 真的是失信于五天皇 才会一病不起吗 几天后他又回去问鸡头 我跟他说 叔父啊我想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他跟我说你真心就对了 这样我跟你说后整形起来 他就说 你要干净做啊 不然你的生命就不去 这样要跟我说 我就想说 不是真的假的 我们也是要再怀疑 当年世天化还没出家 也没什么特殊信仰 是一名再单纯不过的果农 他对鸡头的劝告半信半疑 一直没付诸行动 并却越来越严重 被病魔缠身到厌世的释天化 却在梦里遇见观世音菩萨 劝他珍惜生命 那个菩萨又来了 就说你真的要死喔 你如果没有出来跟人家结缘 我说我就自新南部要怎么结缘 他说只要你如果有心 自然他的做法好 这样就让我无意终于结缘到我们的叔父 说也奇怪 那场梦过后没几天 世天化果然遇见一位比丘尼 在取得丈夫与孩子的谅解后 才27岁的他决心出家 试试看能不能重拾健康 慢慢慢慢有起色 就无形中平衡都会听到 人说什么说什么这样 暗中都会听到 我就觉得我有问题 然后去找医生 他心里都找不到什么毛病 后来跟我叔父说 你这就是有一个体质比较不强 诵经平复心情 这是世天化师父出家后 每天必做的功课 他有感于佛祖与各路神明 对自己的帮助 也想到对五天皇的承诺 于是花了毕生积蓄 在民国79年囚建了这一座佛道双秀的庙 我从前往会跟我说 来三百多万里来这里道歉 他还要去山上对吗 他说他要去山上对吗 他说他要去山上对吗 他也说他要去山上对吗 他要去山上对吗 禁宗会去山上对 禁审会去山上对 我都听不懂他意思 因为还没到那个时候 都悟不出来 廟裡供奉的神明 除了五天皇 還有九天玄女 觀世音菩薩等等 即便我們採訪當天是平日下午 這裡的香客依然若意不絕 難道神明的預言如此靈驗嗎 我在這邊服務三個月後 你知道我前些時候回去 看到我媽你知道 她從那時候一直昏迷 然後都需要人家攙扶 都要人家幫忙洗澡 到我上次回去看她 她已經不用拐杖 可以自己走出來 然後我 我很感恩菩薩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幫我這個忙 高雄善區偏鄉卻擠滿人潮 除了有求必應的審計故事 還有這個原因 廟宇對面的石頭山 遊客絡意不絕 原來有部分人潮都是來看 這個奇特的景點 這一座名為普陀山的聖地 全部的建築都是以鵝染石 貝殼或者瑪瑙圓石當作建材 造型獨樹一格 成為高雄知名的打卡景點 都是泰國自己設計的 就跟她說要做什麼 就自己用這樣 風格獨具的普陀山 為什麼出自於泰國人之首 原來跟這件事有關 南二高高雄之縣 14號在副總統連戰的主持下 正式通車 已經通車多年的南二高 行建過程卻很坎坷 民國83年外報的工程公司倒閉 造成500多名泰籍移工流離失所 他們跟政府陳情沒下文 也沒錢買機票回泰國 只好再填寮一帶流浪 看到這麼一大群泰籍移工無家可歸 視天化一肩扛起他們的衣食問題 卻安撫不了他們內心的憤怒 為了平復泰籍移工的情緒 也讓他們有事可做 於是視天化協助募款或借貸 想出了移工代正的方法 請他們搬石頭貝殼蓋普陀山 前後陸續花四年 終於完成這一處特殊景點 他們就在這裡倒閉 所以說他就倒閉那個普陀山 那個酒桌都他們倒閉的 為了我也在海軍那裡叫 他也是對我們去叫 相處了四年時間 視天化與太極義工們 已經成為家人 為了幫助他們返鄉 他更到處化園募款 慢慢買機票送太極義工回家 不求回報的大礙 視天化說來雲淡風輕 卻格無謀 外令人動容 當時為了解決太極義工三餐問題 他天天下廚煮大鍋菜 至今這個習慣還是改不了 廟裡頭全天候公餐 不管任何人上門都能飽餐一頓 新款的人就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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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款的人就有 這裡沒有... 沒有限制說你... 我已經請來一來 沒有限制說你這個店 給吃東西一定要錄外的錢 沒有 難過人不錄 出發也不說怎麼啦 真是自逼啦 我如果說喔 做漂紅工 人也會漏爛的啦 像那些舞台車流浪的啦 我們這裡流浪也很多 我們社會是更生人的 他要吃陶禄就不用對 我們這裡更生人也貴了 他都在這裡打不動 我就多少給他收費 還多少給他劍報這樣 凡事親力親為 信徒口中的慈悲火菩薩 釋天話卻說他不敢當 只希望美好的大同世界 能在這一座漂亮的石頭廟中 被慢慢實現